快乐分享简单煮 大家好,今天我买了新鲜的排骨给大家做好吃的 首先加入两汤匙面粉 用手抓拌均匀 让排骨都沾上面粉 面粉具有很强的吸附性 它能有效的吸附排骨上的血水和脏东西 像这样就好了 然后用流动的清水把它冲洗一遍 接下来再重新加入两汤匙面粉 再次用手抓拌均匀 再彻底的清洗一遍 冲洗完后用水浸泡30分钟备用 碗中放水 加入一汤匙豆豉 给它洗去杂质 沥干水备用 准备一根小米椒和青椒去地 然后切成辣椒圈 盛出 放入碗里备用 取几个蒜头 把它切成片 然后多碎 盛出 和豆豉放一起备用 把锅烧热 开小火 加入食用油 放入豆豉和蒜末 炒出香味后 把火关掉 加入小许白糖 翻炒均匀 然后盛出 放入碗里备用 好 这时候排骨已经浸泡好了 把水水倒掉 重复冲洗几遍 现在排骨已经洗得非常干净了 水白色的 一点水水也没有 然后用厨房纸把排骨 吸干水分 加入一勺盐 一勺白糖 一勺鸡精 用手 抓拌均匀 然后加上一勺淀粉 作用是让排骨更加的嫩滑 加入炒香的蒜末豆豉 继续抓拌均匀 喜欢也可以淋一点油 提升排骨的亮度 随后把排骨铺平整 尽量不要重叠 把它腌制半小时 把水烧开后 放入排骨 盖上盖子 大火蒸10分钟 时间到了 打开看一下 哇 排骨已经熟透了 蒸出来也不会水汪汪的 汤汁不多也不少 最后 撒上辣椒圈 这道菜就完成了 光拌汤汁 已经能够吃上一碗饭 排骨也是鲜香入味 学会了可以煮给家人吃 希望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感谢你收看 感谢您的观看